5月是申报综合所得税期间 那么今年基本生活费是从18.2万元 提高为19.2万元 也是历年新高 而国税局推出了手机报税2.0版的服务 从手机就可以来编修配偶和抚养的资料 可以轻松完成报税 众所税申报期间从5月1号到5月31号 因应疫情升温 北区国税局召开记者会 分享在家报税增安心 多元报税的好康活动 只要用手机报税 就有机会获得5万元 2万元或者是1万元的手机报税奖 国税局统计 去年有两成民众使用手机报税 今年手机报税2.0版 开放编修的功能 让民众免插卡免出门就能够完成报税 今年手机报税功能更为强大 更为多元 可以编修资料 增加抚养亲属 还有所得额扣除额等等资料 让大家用手机报税更加的方便 另外缴税方式 也配合增加了行动支付 还有电子账付的缴税方式 国内确诊数不断攀升 国税局鼓励民众在家报税 在家用网络报税 或者是税额试算回复 同样有在家报税的抽奖 如果不习惯使用网络报税 国税局也推出了线上取号服务 减少群聚 民众在预计报税日前三天内 可以上网预约 时间到了再去现场报税 提醒民众疫情补助免纳所得税 个人受疫情影响 自政府领取的补贴 津贴和补偿免纳所得税 如果受到疫情影响 遭到隔离 检疫或者是治疗 而无法在期限内完成报税 申报缴纳期限 可以延长到6月30号